你只要在这个网址上面后面不是有个名称叫data 等于什么呢 假如你后面这个名称呢 你可以用一个testbox传递给他 有没有或者是说你直接在这边 打567好了 Enter 你会发现下方有没有 这个讯息就改了 那get的方法其实他不一定是要一个表单传给他东西 你只要是更改什么呢 更改上面的那个参数 那更改参数方式就是一个问号加上一个这个名称 后面等于什么 他就自动会做一个变更 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假如说是用get的方式来来撰写那个 动态网页的话 那我只要传给他什么他就会 还还给我什么 那也就是说我今天呢如果要做什么关键字查询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参数放这里 然后呢后面的程式就是去database撈资料 撈完之后再回来 放在哪里呢放在网页里面 有没有就是等号后面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秀出来 只是后面那一段 可以自己想想看 撈资料嘛 反正撈完之后放 放回来 那这边的话呢同样 我们可以找一下我们内部网络 其实现在Tonke已经弄起来 那所以你如果开浏览器的话 只要去找到你的实体IP 有没有因为我这台IP是192.168.2.10 对不对 后面冒号 8080的Paul 然后我的虚拟目录是这一个 直接怎么样 后面如果给他一个吴老师按Enter 出来的话也是什么吴老师 有没有 那如果后面再加一些字 比如说吴老师 很棒 诸如此类的 OK 诸如此类的 比如打一个我的英文名字 Terry 有没有就出来了 OK 实际是像这样的 这个传参数 你丢给他什么 他秀出来给你 就是一个IO的动作 那如果说我今天在浏览器OK之外 那你是不是在你的Android里面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OK 也就是你丢给他什么 他会回传给你什么 那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步骤是简单来做 那其实这个做法上 我这边 等一下请各位 一样建一个新的 新的专案 这个专案名称叫URL底线 GET 那里面的东西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先test一下 就是说 读取 把东西放在一个 AD test 或者是你可以在 在旁边再加一个AD test 让他输入什么 传给他什么 然后再回来给我什么 有没有 所以 等于是把刚刚的那个表单 这个表单 刚刚的这个Gripting的这个表单 我们可以 在 这个表单 有没有 一样 送出查询 这样的一个画面 你是在 JSP里面 我们这个环境里面 开做 那你可以怎样把这个环境 放在Android里面 按下送出 一样可以 达到最后的结果 那只是说我 最后回来的东西 我把它放在什么 放在AD test里面 那界面上面 我想各位可以自己再试一下 那我愿意简单一下 按下读取之后 可以把资料读回来 那怎么做 第一个当然 就很简单的界面 第二个的话呢 设定什么manifest 一定要那个internet 前面讲过 就是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 Android的permission 这个应该没问题 第三个比较关键的 就是说到底我们要怎么做 那这里的话 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这边当然 用的元件 尽量 之前好像比较容易出错 所以 用Java的好像比较容易出错 所以我换一个 我换Apache 因为Apache的 Server 对不对 然后用Apache的 它的class 去接 去用 可能问题会比较少 好像也是这样子 所以尽量避开 用Java的 那这里面的话 我会用到几个class 一个是 HTB Response 有没有 那Response的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 接 就是 等于是 一个Request 一个Response 接回来东西 然后再来是一个 HTB GET GET 我们讲过 传递参数的方法 有至少两种 一个是GET 是UIL 方式传递的 然后另外的 Client 就是我模拟出一个Client 出来 那最后的资料回来之后 我可以放在这个 Entity Util 里面 再去做解析的动作 OK 那底下的话 我宣告哪些 一个Button 一个TextView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那最后的讯息 我要接到的东西我把它放在MSG里面 那还有我的网址 这个网址不要错 那当然 问号后面Data等于什么呢 这个123 有没有 我是写成10的 不过将来各位可以 把它写成佛大 比如说那个AdTest里面 你输入什么 按送出再组 织串就好了嘛 这很简单 好那送过去要怎么送过去 再来就是连结 这个我想都没问题 连结因为两个元件 这两个 那Button4C按下去之后 要做到他做什么事呢 我就另外在写一个getStream的方法在下方 那这个getStream就是关键的 好 其实就是在这里 那特别注意 在getStream 因为 我用的是那个Apache的 这一个 class 所以要用 开一个什么新的thread 的方式 所以这个开一个新的thread前面好像有用到过 应该比较稳定一些些 我发现好像这样 问题又比较少一些 所以这边的话 他最后把结果再怎么样 把它抓回来 放在msg里面 里面的话做哪些事 其实就是底下 第一个的话 因为我要提出一个request 是哪一种request 是get的request 我用什么方式去抓 用这个类别 就是我们刚刚宣告 这个mencer 就是htbget 然后呢 给他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丢给他 再来的话 trycache 包覆起来 里面做什么事呢 就是呢 the new一个execute 我的这个request 所以他有点像是 有点像丢个球吧 我丢回去 丢过去 他就要回来给我 丢过去 丢回来给我 所以给他request 他给我response OK 所以动态网页 都一样 你无论哪一种p 反正都是request response 都一样 ASP PHP JSP 好像都 都一样的东西 这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丢给他的就是 我要抓这个字串 你帮我把最后结果给我 他就这样 抓到之后的话 最后如果连线成功 会得到200 表示连线成功 那连线成功之后的话呢 我用什么结 用这个 叫做 Entity Utile 这个 它里面有个叫ToolStream 然后呢 把所有的资源通通抓回来 用这个方法 比较简单 所以你们甚至如果要抓某个网页的东西 你也可以试试看 改成Apache的 自己class 试试看 应该也OK 不过呢 最后会 有一些那个 换行符号 你必须把它repress掉 否则的话呢 显示会有问题 OK 然后 我们就是把最后结果 放在Message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最后让出来 非常简单 我刚刚也试试一下 按读取 那就会把这个东西抓回来 可是你会发现 因为他抓回来是一个网页 所以你放在TestView里面 有没有 会变这样子 那如果你要避免掉那个 是有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看 可以把TestView是不是可以 要不就是怎么样 把Body到Body的 中间 前后 用切字串的方式 把它切掉 放进来 可以啊 要不然的话 你要不要把它改成WaveView WaveView来显示 网页格式就不会有问题 两种方法 另外的话请各位自行把这个Sample 再改一下 旁边看要不要加一个Editas Send一个讯息之后 你可以一直Send 那这个地方可以Run 所以你会发现了我们 这个动态网页 你只要环境OK 然后呢 这边就可以同时了 不过还好你会发现 这样我这个环境 还可以跑得动 可见了你们的环境 应该跑动应该更没问题 OK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是用get的方法 然后来来实作 这个我们在那个Android里面 其实要来存取 web server的东西 其实非常简单 用get 但是get的缺点就是 优点是说它很灵活 传递参数就可以 但它缺点是吧 你的你的那个参数就被人家看光光了 有没有 所以一般有安全性的 限制的 信量都不用get 不过一些购物网站好像我看它都是get 就是用get 上面可以自己 因为没有关系 反正我这个你要下单 我尽量你用没关系吧 但是如果说你是什么账号密码的 一定都不会用get 没有人把账号密码秀在上面 请输入账号密码 账号密码 绝对不可能 所以login的话 一定都会用poster 就是后面我们要讲的 用poster poster它会帮你加密 之后再传递 所以这个安全性会大大的提高 但是poster缺点就是 比较没有办法有弹性 你一定要有一个 一个view 一个网页 一个表单 然后乖乖的传递过去 它接收到之后 帮你做后续的动作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会再做说明 那它的流程基本上 跟get的差异性不大 所以请各位自行在做一个变化 比如说我们还没有 做得很 很好的 就是说 底下testview秀出来 居然是一个 一个一个 HTML 那你要怎么样把这HTML 变成 user 你不可能给user看到HTML 所以你要怎么样 切字串 切 再不然的话你用testview来秀 都可以 这个我想各位再试试看 那上面自己再加一个adtest jest 你 我 你 感谢观看